禮拜一禮拜二 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一禮拜二 禮拜三 這幾天的相關訊息報導 那我想說 我也有必要在這裡說清楚 還原我知道的事情的這個時末 然後來讓大家了解 然後我覺得這整個過程中 我覺得郭董事長真的是非常的委屈 我從5月15號開始講好了 我記得大家記得我是禮拜一 我是禮拜一 晚上發採訪通知的各位 說禮拜二早上要開記者會 那個禮拜二的記者會本來是 就是邀請各地的縣市議長 我們邀請各地縣市議長要到天成飯店開記者會 是要呼籲黨中央徵召郭台銘董事長 那這是因為我們在之前在禮拜天的時候 禮拜六禮拜天就一直都一直來 一直有聽說黨專業內定 那我們都 我們都一直相信朱主席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就說希望在禮拜二的時候 我們是禮拜天都定的事情 我們在禮拜一就已經通知各地的這個支持的 先是議長要到台北來開記者會 那因為比較匆忙 所以我們就定禮拜二早上11點 那大家記得我是在禮拜二早上的10點左右 才跟大家通知說這個記者會取消 那取消的原因 我跟喜愛跟各位還原 我當天禮拜二早上是9點大概45分的時候 接到郭董事長的電話 他跟我說的是這樣 他說一貞這個記者會要取消 我就問他為什麼 他說 他說我們不用靠這個也會贏 他說他有信心 就是說他會獲得這個徵兆 他說那我們就是 意思其實就是說 我們姿態就要低一點 不要太刺激對方 那就是早上我9點45分接到電話 後來我不是跟各位就到了天神飯店去 跟大家說記者會取消嗎 那其實可以看到我當時受訪的時候 是面帶笑容的 因為那時候並不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已經說會徵兆猴疑 所以我們才說這已經大事已去才取消 是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已經 我方這邊已經要說獲勝 也可以然後覺得說 那就是不要去刺激對方的陣營 然後所以就取消 那當然當天晚上也取消 那當天中午我們就到郭董的這個家中 就因為議長們都已經上來 政務議長們來的蠻多了 就是全國各地都南部 有都上來 東部也有都有過來了 那我們就 那就也都上來也不好意思 就就 董事長就請大家到他家去用餐 那在用餐的過程中 自然郭董也有重申這件事情 說他有八成的這個信心 這個他會被徵召 然後我們聊了一些東西 第一個就聊了這個兩岸的關係 因為他很重視兩岸和平這件事情 董事長非常重視兩岸和平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談到幾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大陸的鷹派覺得說 如果賴清德 大陸的鷹派事實上希望賴清德當選 因為如果賴清德當選的時候 他們可以事務 就比較沒有估計的就可以對台灣動手 第二就是說王毅跟蘇利文 美國國際安全顧問蘇利文在威爾納 之前那幾天也開了一個會議 事實上在威爾納討論有關台海相關的議題 那郭董事長說他剛好也是在那天 在新聞5月17號 他也在新聞發表和平宣言 他真的是希望兩岸和平 然後也提到說 為國家做事不分藍綠 因為他就提到說 之前有一次蕭美琴駐美代表 要見一個美國的一個 可能是高階的貿易相關的人 還是政府官員 但他們都沒有辦法也沒有管到 那事實上就是 透過郭董事長的協助 去幫忙 他想說為國家做事 尤其好像是要談一些經濟貿易上的事情 所以郭董事長就協助 去幫我們的這個駐美代表蕭美琴 去聯絡美國的相關的這個要員 讓他可以見面 我們就談到說為國家做事 就是只要為國家好 也不分說是那個政黨 那兩岸和平是很重要 是他最在乎的這個事情 那在那個談 大家吃飯餐序的過程中 他還跟大家講說 那這個餐序 就是他有八成的這個信心 會獲得徵兆 好 那我們也都 我們也都 那我們也就 也就這樣子 那我們後來 吃飯大概到一個端 我們就要休息 因為那時候董事長 他說他下午他已經在寫這個 就是被徵兆以後的這個 要出現以後這個 說勝選也可以就 下去他代表國民黨參選的這個 宣言他已經在準備了 還準備了三篇 他正在寫這個東西 就在寫說明天 他說今天晚上再跟 今天晚上 就當天禮拜二晚上再跟 大概跟主席再談一談大概就會確定 所以他已經在準備那個宣言了 如果被徵兆出現的話他要說什麼 所以我們後來就離開了 離開了以後 離開以後就是 就是 我們就要讓他休息去準備這些東西 然後然後當我是 我到當天下午晚上 我後來其實也得知了 我們當天媒體已經很多都說是內定什麼的 但是因為董事長是很有信心 跟我們這樣講 我們也相信說 這個應該就是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後來離開了 讓他去準備這些東西 那後來當然知道他就沒有揮過徵兆 然後後面還有一段 然後我覺得這個比這個 這個我實際上滿沉重的 因為我覺得這場徵兆當初是說用這個 有說要民調 這個讓我的感覺就是說 後來我看到說是什麼 國民黨中央是在5月7號還是幾號 到13號好像說自己有做一些 本東市民調還是怎麼樣 那在那個時候事實上就是 郭董事長跟整個團隊都一直在南來北往 到處造勢的時候 那正常的就是正常的民調 就是不管你公布公布好內參試 那國民黨的做法都是 比如我們大家說幾號到幾號民調 然後幾點到幾點 大家在電話旁邊守著 唯一支持郭台銘唯一支持誰 結果如果他是在5月7號到13號中間的話 這個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也不知道 他後來中央拿出那些民調 那表示說我們在找我們的資者出來 參加這些造勢活動 你們在做民調就是了 那這個有點像比賽 這個比如說本來說要比跑 超廠運動場8圈 那跑到第5圈我們超前的時候 突然就說比賽結束 我們就算前四圈的這個成績 那就是對方獲勝了 那麼多的一張